黎智英案今日已是第36日的審訊 繼續由本案認罪被告蘋果前副社長陳佩敏回答辯方的提問 黎智英7.1衝擊立法會事件後 希望暴力示威一直延續下去 陳佩敏指黎智英在2019年後 對於暴力守法會用一種諒解的態度 他舉例,只當7月1日衝擊立法會事件發生時 他給我的指示 我理解為他不想反修例運動消失或停止 所以他對於衝擊立法會的暴力示威者 會叫我們訪問多些他們的心聲 令公眾諒解和明白他們為何這樣做 陳佩敏指 當時的示威者之間有個口號 就是所謂的和勇不分 即是團結的意思 而由於黎智英對反修例運動有堅持 所以黎智英亦同意和勇不分的想法 他亦會按照黎智英的想法行事 陳佩敏承認 蘋果日報沒有機制確保編彩自主 陳佩敏指 張劍雄在2019年1月前 曾經要求他草議 蘋果日報編彩室約章 他解釋指 由於沒有公司為賞市公司 需要進行公司的審計工作 張劍雄曾經告訴他 約章是由審計部門建議草議的 陳佩敏指出 每間報紙的報道角度可能不同 但對於報紙的政治立場 報章英子可以在社論討論 相信哪套政治制度 但新聞報道 如蘋果日報編彩室約章 第一章第五條所指 必須基於事實、真相做新聞報道 陳佩敏強調 新聞報道和評論會有所不同 舉例子 如果有人向論壇投稿 作者寫他的立場和他的觀點 但新聞報道就是基於事實 法官李韻騰問及 如何確保蘋果日報秉持編彩自主 陳佩敏回答 其實都是靠同事自己的意識 不過雖然有約章 但黎智英始終主宰編彩方針 就算是新聞報道 他亦可加插自己的立場和觀點 例如鼓吹年輕人上街抗爭 將中國負面新聞誇大 以及支持特朗普大選等等 由此可見 張劍雄及陳佩敏就算不同意編彩方針 都只能無奈接受 因為他們始終是打工仔 黎智英支持三罷 但自己的員工不可以三罷 黎智英支持2019年的三罷 當時有員工關注 可不可以行使罷工權 蘋果管理層認為 作為新聞機構 蘋果是不可以參與罷工 和不出版報紙 另外 2021年6月刊登的訪問報道 題為陳佩敏選擇留在災難現場 文中提及 敏姐說 雖然和黎智英共事多年 但不影響新聞判斷 陳佩敏說 文中提到的2021年4月 黎智英、李柱銘等人被判 未經批准集結罪成 上述提及的新聞判斷 是將案件報道重點 放在首次被定罪的李柱銘身上 而不是黎智英 陳佩敏又提及 黎智英希望在蘋果電子版上 加上類似的電視新聞 並且在節目加入頭條新聞風格的環節 陳佩敏曾經在法合會中提及 如果想認真做電視新聞 加上頭條新聞般的環節不合適 但黎智英仍然堅持基建 說這樣做才會活潑一點 陳佩敏說 這是黎智英作風強勢的例子 陳佩敏的作工已經完成了 下星期一繼續審理 我們下星期再和大家說一下 黎智英案的發展情況 今天時間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